白色轿车在校弄内疯狂逃窜 先是撞上路人 下一秒驾驶发现路口被堵住 甚至还硬生生的冲撞停在路边的两台车辆 警车一路鸣敌颈椎 驾驶眼看被远警包夹 直接锁车门拒绝受捡 甚至过程还企图冲撞警察 远警也立刻对空连开两枪贺阻 但车内嫌犯很嚣张 意图挑战公权力 支援警力再出击 同时间拿出警棍破窗 并将车内的亡性驾驶给拉下车 而无辜被波及的车主当下更是吓傻 开车门带着两个小孩躲进屋内 蛮恐怖的 加在警方的人力跟我们附近的居民 大家合力 终于还是把那个人逮捕了 惊险的街头警匪追逐 就发生在基隆服一街五十一项 警方调查拒捕逃逸的王姓嫌犯 原来是诈欺及毒品通气犯 9号晚上开着租赁车 载着女朋友出门 警方在车内不止搜出毒品安非他命 还发现藏有俗称丧失烟淡的 依托迷值管制药品 被通气的王姓嫌犯 以为能靠钻小巷甩开警察 这下带女友出门溜达 狼狈落网 除了通气身份归案外 毒品哪里来 也还得好好交代清楚 拒检逃逸 妨害公务更是最佳一等 在新闻抽烟 全体如西龙报道